我小巨蛋演唱會結束之後 我問了一些朋友 你們最喜歡或者覺得 最讓你記憶深刻的那個時候是哪一個 他說就是分手的時候 分手的時候我覺得他是非常痛苦的 也是非常糾結的 全民情歌天后叮噹 善於用歌曲替歌迷聊情商 但其實叮噹的情路也十分坎坷 前男友劈腿讓他經歷悲痛情商 但這一路走來 叮噹的感情觀也如自己的成名曲般 已經從我愛他變成了我是一隻小小鳥 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 想要背要背卻背也背不夠 我愛他其實已經過了那個 最痛的那個階段 我覺得現在反而是對我來說 我是我是一隻小小鳥 他把這首歌放在自己的工作中 自己的事業中 我覺得他也是成立的 我覺得這首歌帶給我很多的力量 然後告訴我我可以 大家都在為我加油 他這首歌放在愛情裡面 他也是成立的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愛情裡面 就是一隻孤單的小小鳥 只是我覺得我相信我每一個人都可以 找到自己的幸福 然後可以能夠找到 另一隻小小鳥陪你一起飛 走過情商再往回頭看 叮噹表示如今已經變得勇敢 更希望借用自己的音樂 幫助歌迷走過艱難的時刻 2015年是讓我完全釋放 然後有很多東西要學著放下 這樣一個過程 我覺得很不錯 叮噹現在也長大了 那這一次在 特別在感情的世界裡面 我也變得很勇敢 所以呢接下來這次演唱會 我在我希望在愛情裡面 可以也可以當成 自己是個紅娘 也是個導師 可以能夠給大家很多的鼓勵 在近期舉辦的 我愛你練習曲世界巡迴演唱會中 叮噹以練習在一起 練習說分手 練習一個人 練習說出我愛你四個階段 道出感情的轉折點 那目前的叮噹 是處於哪個階段呢 目前的感情狀況 我很享受現在工作的狀態 真的啦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雖然叮噹目前享受單身 但還是給友誼追求的男士們 開出了擇偶條件 很紳士 然後她要夠夠成熟 對 然後還要夠陪我一起玩 抬頭一指尖連著閃 你卻錯過我的年華 錯過我心腸的枝壓 和我的白髮 即將來馬開唱的叮噹透露 演唱會屆時 除了會以搖滾黑天鵝的造型式人 也會邀請特別嘉賓 而早前台灣演唱會 叮噹邀請了台灣綜藝大哥 吳宗憲當特別嘉賓 那馬來西亞的演唱會 又會是誰當嘉賓呢 對此叮噹始終保持神秘 不過問及最想跟哪位歌手合作 叮噹倒是大方談論 張學友 學友大哥 對 因為他也是在 在唱愛情的這個領域裡面 他是歌神 所以我覺得 所以有機會可以 因為自己也唱了很多的 關於愛情的歌 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應當我愛你練習曲演唱會 即將在12月19號 於雲頂引爆 他會怎麼演繹 情路四部曲 他的神秘嘉賓又會是誰 敬請期待了 將會幫我 succeed 好 我們來永遠啊 讓你留 econometrial 太誇張 確實